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主流众生 主流众生 你众生让我父母了吗 我都 你都来说 父母苦苦寻找儿子两年 却一直杳无音讯 偶然间得知儿子的下落 找到儿子后 却发现儿子已经替发为僧 父母难以接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你是要走火路魔 不是走火路魔 走火路魔不是我这个样子 走火路魔他脸是黑的 你看我脸黑 视频中正在说话的男子 名叫周玉森 他是武汉一所名校的高材生 在父母亲戚看来 周玉森是个前途光明 有着大好未来的孩子 但是没想到 在周玉森参加工作 一年多的时间后 竟然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那么失踪的周玉森 究竟去了哪里 他又为什么不辞而别呢 老子失踪两年 再次得知孩子的消息是 周玉森已经成为了一名出家人 法号长明 儿子竟然选择了与许多人不一样的道路 这让父母十分不解 也非常痛心 尤其是对于他的父亲来说 无异于天塌底线 在父母看来 周玉森一定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太大 亦是难以承受 才想不开选择了这条红尘之外的道路 然而周玉森却解释 自己出家并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 之所以走这条道路 是因为自己与佛有缘 而且有普度众生的理想 几年前 刚刚大学毕业后的周玉森 从事的是销售行业 虽然有些压力 但工作还算顺利 不过 他当初在从事房产销售时 内心陷入了困惑 有一些心结无法打开 恰巧 在工作过程中 他结识了几个朋友 他们也正好是佛门中人 周玉森听到了许多佛学中的道理 他顿时觉得自己的心结 被慢慢打开了 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他感受到了佛学的力量 从那时起 他开始有了信仰 他原本还有着抽烟打牌 嚼冰郎的习惯 自从信仰了佛教 这些不良的嗜好 周玉森都戒掉了 还坚持每天念经 那么周玉森为何这两年来都没有回过家 没有回去看看父母呢 当周玉森的父母 在龙王堡寺里看到自己的儿子时 发现儿子真的已经削发为僧了 尽管剃了光头 还身着僧袍 父母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如今的儿子 面目轻瘦了很多 让人很是心疼 见到自己的父母 周玉森表现得很平静 对于父母的到来并不惊讶 他告诉父母 希望大家能静下心来聊一聊 让他们理解自己 归一佛门的心意 然而见到自己的儿子 竟然真的出家了 周玉森父母的内心 很难平静下来 差点当场晕厥 他们认为 儿子有个人的信仰很正常 但是真的剔度出家 他们真的难以接受 认为儿子是心里出现了问题 现在的选择 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做法 周玉森父母试图通过他们的劝告 能让儿子回归正常生活 他们想到了一位法号果瓶的师父 周玉森曾经在果瓶师父的寺庙中 住过一段时间 从那以后 孩子就不辞而别了 他们觉得 周玉森的出家 与果瓶师父有关 那么事实究竟是如何呢 记者在寺庙里 见到了果瓶师父 询问关于周玉森出家的事情 果瓶师父表示 最初周玉森告诉他 想要剔度为僧时 他就劝说过周玉森 希望他做任何事 都要慎重考虑 这个选择很可能会遭到 父母的反对 因此不要轻易决定 然而周玉森仍然十分坚决 想要出家的态度 也十分坚定 果瓶师父觉得 这就是周玉森与佛家的缘分 才让他有了这样的想法和做法 那么父母的劝说 能否让周玉森和他们回家呢 周玉森的父母一再劝说儿子 希望他能回到自己的家中 回到父母的身边 家人对他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的奢求 只希望一家人能够在一起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享受平平淡淡的快乐 说到这里 周玉森的父亲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似乎是在请求儿子 能够满足自己的想法 然而周玉森心意一觉 无论父母如何劝说 都无意反悔 他跟父母讲了很多佛学的道理 希望他们明白 自己希望通过修行 能够度化更多的世人 即为现在的父母 减轻这一世的罪过 也能报答自己生生世世 父母的恩德 听到自己的儿子这样说 也看到了儿子坚决的态度 周玉森的父母感到非常伤心 而儿子见到父母连生爸妈 也不愿意喊 父母感到万念俱灰 他们难以接受 自己养育了二十几年的儿子 竟然选择了闺一佛门 仿佛自己的儿子已经被夺走 周家今后的血脉 无法继承下去 他们的生活 从此也失去了希望 尽管有许多不舍 周玉森的父母 对于儿子的选择 似乎已经无能为力 本以为自己的儿子 在学业上如此优秀 应该可以在社会上有所作为 却没想到 他志不在此 对于周玉森的选择 宗教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尽管是否出家 是属于个人自由 大学生选择的理想和目标 也各有不同 然而他们并不鼓励大学生出家 也为国家花费了很多物力 和财力来培养人才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投身到社会建设中去 在社会中发光发热 那么对于这件事 屏幕前的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欢迎在屏幕下方强赞加留言讨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